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,我是GoMarkets的助理分析师Jaden 有柴油车的朋友们最近应该和我一样不大好受 曾经恒为实惠的柴油,现如今仅比酒吧汽油价格还高 Premium酒吧的价格在两刀每升左右,就都不超过2.1 而柴油的价格基本在2.2以上,最高将近2.4 柴油家用车相较于汽油车当然算少数 然而在我们当今的经济中,所有物品的运行都离不开柴油 柴油对于运输、农业、工业和矿业都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其价格继续居高不下,甚至节节攀升的话 人们不仅要承担更高的出行费用,更高的暖气账单 甚至圣诞节饭桌上的火机价格都要涨 澳洲的柴油完全依赖于进口 而作为出口大国之一的美国,其情况也不容乐观 10月底时有预估美国只有25天的柴油供应 当然这没有发生,最新的EIA数据显示 在截至11月18日的6周里 美国流分油主要为柴油,库存增加了300万桶 虽然增幅不大,但以往这个时候 随着供暖等需求的增大,库存一般呈下降趋势 这次的增加或表明高级的价格,叠加上放缓的经济 柴油的需求得到了抑制 同时也由于较高的价格,刺激了炼油厂,提高了流分油的产量 这可能会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 但是美国的柴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 而且炼油厂已经开足了马力,供给端没有太多的潜力了 如果说美国作为柴油出口国还是掌握主动权的 实在不仅可以减少出口,先紧着国内 那么作为柴油进口大国的欧洲,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欧洲的柴油进口需求占全球柴油进口贸易量的34.3% 而其中45%依赖于从俄罗斯进口 而从12月5日起,欧盟将停止对俄原油的进口 明年2月5日起,欧盟将开始对俄成品油实施禁运 这迫使欧洲不得不加入对于中东以及亚洲成品油的争夺 这也意味着海运成本的大大增加 雪上加霜的是,欧洲的罢工运动刺激彼伏 本可以自己自读的法国,在11月炼油厂工人罢工 导致其60%以上的炼油产能停工 这头还没缓过来,11月欧洲最大的炼油厂之一 BP的路特丹炼油厂又因罢工而无法充气 国际能源署也警告说,产油可能引发欧洲新一轮的能源危机 如果说欧洲毕竟还有钱可以买 那么对于其他依赖进口的第三世界国家 柴油危机就真的无解了 因为缺少资金购买柴油 南非在今年不得不频繁限电 最近已升级到五级限电政策 表示每天每户居民将停电约8小时 同时,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也宣布柴油储备高庆 到明年4月1日前都无力购买柴油 其实,柴油危机的端倪早已显露 一方面是由于能源转型 西方国家本身就在逐渐削减炼油产能 这也使该行业的投资大幅减少 另一方面,过去两年的疫情压制了需求 这也使许多炼油厂关闭了部分工厂 过去三年,美洲和欧洲的炼油产能 减少了240万桶每天 再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大力制裁 扰乱了市场 这场柴油危机才发酵 虽然原油价格已经回落 但相较于汽油,柴油价格依然顽固 11月15日,根据国际农员署的石油月报显示 10月的柴油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70% 而其列解差,给予原油的差价 较去年同期上涨了425% 明年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包括俄乌战争,对俄制裁,疫情,欧派克等等 都会对原油以及成品油价格产生影响 如果供给端的问题无法解决 高涨的柴油价格将会分摊到整个经济 又给通胀天然拔火 那么到时只能通过破坏需求端来解决 能引爆柴油地雷的火星很多 在投资人眼里 这些火星既是风险又是机会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